喔 那個妳生理期來了 因為我其實是悶很久 那個當下 對 就在那個 那個妳知道她的 好強喔 不是 因為我就跟她講說 我就不舒服悶住 然後生理期又慢了好幾天 就在那個台上 就這樣 就出來了 難怪她彈走 妳不知道要來嗎 沒有 就是已經慢好幾天 不是 我的意思說 在當下要 不是 那個沒辦法 對 沒辦法 沒有 她會悶悶醬醬 但很難講 很難 就是那個時間那個時間 也真的太剛好 後來她就跟我講說 其實妳這種症狀 很多女生都會有 那妳記得 回去如果在家的話 可以不要穿的時候 妳就盡量 在家裡建議妳不要穿 對 不要穿 保持通風 或者穿妳覺得不好意思 穿長裙 妳也不要穿內褲 我就覺得很尷尬 她就真的跟妳聊 然後我說通風 有人會用什麼那個紙 這樣刪一刪也可以 我覺得要呼籲一下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有覺得 小孩子 妳知道剛發生癢癢 第一次發生癢癢的時候 妳真的不敢跟父母講 然後有一次就是癢癢癢癢 癢到一個極致就是半夜睡覺的時候 不小心把它 就開始疼 你知道嗎 就是痛到 對 就痛 然後而且就是很癢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終於鼓起勇氣 我就走進去婦產科這樣子 我第一次看婦產科的時候 我還就是純潔的時候 妳現在在婦產科的時候 妳為什麼要這麼老實 我就跟 妳有找爸爸媽媽陪同嗎 第一次有 就我媽媽去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跟醫生說 我很癢 可是我很不舒服 就是其實旁邊的人只會聽到我不舒服 可是不會聽得到 我還講 用自己 故意很小聲就對了 我覺得 如果就把它分開兩個部分看 很癢 跟妳在暗示什麼 對 就是因為 那時候年輕 大概五 那時候好像五六 五六年級的時候 好小 對 剛剛很小 很小 怎麼會 這個時候會 因為以前我學跳舞的 所以都穿那個金身 金身 對 然後後來那個 就是學校的男同學就會 每次都開玩笑 就會說女生不能說自己很癢 因為就有點像是暗示 對 然後就會變成說 如果去婦產科跟醫生說 我很癢 醫生就會 我怕醫生會覺得我在暗示他 妳心裡面有那個陰影在 對 不過陳醫師如果說真的 因為對女人來講 那是最私密的地方 妳說有點癢要看醫生 到底要怎麼形容 那個 又怕你們影響診斷 但是我們真的不好齊齒 對 我今天其實很難得 上那麼多次 跟私密處理有關 今天是我最 感覺 感覺什麼 不是 我的感覺是說 我終於了解女性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要講其實 很重要其實還是 雙方的語言要一致 對 那語言一致要怎麼做呢 我舉一個小笑話 這笑話是真實的故事 有一個去看一個老醫生 然後也是跟小潔一樣很害怕 他說我妹妹很癢 那老醫師看他眼 你一個人來嗎 他說對 那你沒帶你妹妹來 我怎麼知道她癢不癢 老醫師不知道妹妹 妹妹是什麼 妹妹很癢 對 所以有時候溝通語言 就很重要了 那你可以講說 我下面或者私密處 其實我會不舒服 那我們就知道 第一個 就定位在下面的問題 第二個不舒服 你就會講你 比如說你癢 你就會主觀地講 我下面不舒服會癢 當然 我也不用這樣 這麼小聲講 很尷尬 會癢 最重要的下一個就是 第一個要講的是 那位置在哪裡 我曾經有產婦跟我說 他會癢哪裡哪裡 結果講了半天 我說那我們內診好不好 他說我為什麼要內診 那你不是下面會癢嗎 沒有啊 然後認成文會癢 所以有時候 第一個 尤其癢 它其實不太有主觀 我們客觀上 可以看到哪裡不舒服 所以主觀你可以先講 我哪裡癢 比如說你是私密處的地方 有的是在肛門口的地方癢 有的是尿尿口癢 有的真的是該兵癢 其實位置不太一樣 我們心裡會有個判斷 第二個 什麼時候會癢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 我每次都月經前會癢 我月經來的時候會癢 我月經後會癢 其實我們邏輯會不太一樣 甚至於有時候 我每次某一個食物就會癢 那我就問 你是不是吃某個食物 全身都會癢 我說對 他就會說對 那我就是食物過敏 我不用上去看了 那第三個 那個有沒有相關症狀 比如說有的人 他其實有點糖尿病的傾向 有些人是因為有一些懷孕 或者是一些月經相關的情形 其實這三個是我們 在癢的時候會問的 所以你可以講位置 然後時間點 另外一個有沒有相關症狀 其實我們很快下判斷 也不用喇咧太久 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有時候癢的話 不只是外 裡面也會癢 那個是有問題嗎 癢是一種很麻煩很奇怪的東西 那其實如果是私密出了燒癢 在我們醫療上 還真有一個特別叫燒癢症 那最常見的其實還是 陰道或外陰的發源癢 也就是陰道裡面的 像黴菌感染 是最常見引起癢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外陰的燒癢症 外陰燒癢症常常是 跟環境有關的 比如說你穿悶到癢 就像你戴手套戴酒 你自己會悶癢不舒服 那如果是陰道的感染燒癢的話 那要用一點藥物 如果外陰的悶到燒癢的話 通常只要保持透氣空空就會好 比較麻煩的有一個名詞 我們叫做 就是你悶久了 到後來你的表皮的神經 會不正常被刺激 所以你一天到晚 好辛苦喔 這種就很慘 就是你剛剛講 怎麼樣都覺得癢 那慢性症癢症分兩大類 一個是真的有狀況 他已經抓到已經變成 我們叫胎癢化 他有沒有看過手走腳走 有時候一直往後悔 就變厚 然後甚至已經整個變白了 這個就是慢性燒癢太嚴重 另外一種 這種大概局部治療 給一些需要一點類固醇 因為它不正常放電 你就隨時在癢 另外一種比較慘 看起來好好 但是它隨時都在癢 這也是有一些類似 神經質或過動 類似有點過動的反應 其實是一致的 像這種就很慘 你給他一點類固醇好一點 可是最主要局部 要減少它刺激 要穿寬鬆透氣的褲子 因為只要隨便刺激悶一下下 我們大概有個參考的時候 很多人說我覺得我好嚴重 對 因為覺得好像每次月經來 可能就會 會看大概兩個重點 一個是發作頻率 如果一年超過三次以上 其實真的是比較常常發作 有人一年就發作一兩次 也不要太計較 因為難免會在台灣 這種雅樂帶氣候 第二個就是看它的 我們叫做嚴重型的 或者是病發 會有病發症型的 有三種人 第一種懷孕的人 懷孕本來就容易 這種也不好醫 因為給藥不好給 第二個就是有一些糖尿病的人 第三個就是 類似豐肢免疫 免疫疾病有問題的人 這三個在我們定義裡面 是比較嚴重 我們通常用藥要用久一點 7到10天 那如果比較輕微型的 我們剛剛不論是悶到或怎樣 其實現在的趨勢改變 你以前去看病 醫生常常說 你要用7到10天的藥 現在這種輕型的 大概都只用3天的藥 可是最重要的是 保持局部的通風乾燥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他不會說嚴重到變成後來 什麼更嚴重的疾病嗎 有些時候是因為你拖很久 然後你不知道那個癢 其實不單純是癢 因為之前像 你看我們現代的現代女性們 都覺得這件事很難啟齒 更何況如果是舊時代的女性 她根本就不好意思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之前有一個太太 她就是這樣子 因為她長期會有燒癢的問題 後來她已經拖了很多年 然後各種偏方都試過 去給醫生看 醫生也不用內診 醫生也是在外面看就知道 因為她整個不只是苔癢化 她已經不知道是 有沒有因果關係不知道 但是她去的時候 已經是外因癌了 對 好癌症 是一個癌症 對 因果難說 其實她常常外因 反覆的刺激會變成癌症不一定 可是當外因癌 它的確表現容易 表皮的真厚破皮 以及莫名其妙的搔癢 所以這個還是要來看一下 如果有需要我們會做切片 才能確定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因為仔細的觀察 做紀錄其實是重要 比方說醫生也需要這些資料 她要判斷 她會問你說 跟月經有沒有關係 白天癢 晚上癢什麼 所以有一個通子 還是先跟大家講一下 好